大家好,我是清风乍起,就等你了 今天据介绍著名下饭神剧 《孤独的美食家》第九季,第十二集 也是最后一集 大家都来留言纪念一下吧 这天武郎来到了神奈川县 一是左目,长者丁 他走进商店街 感觉这边和关内的氛围完全不同 有种横滨老街的感觉 终于他看到了要去的伊藤米店 布莲上写着 创立于明治三十四年 也就是一九零一年 已经一百二十年了 武郎走进去 说他跟伊藤先生约好了 老板娘一听约好了 顿时变了脸色 说这次又是我家先生 拜托你装成销售人员的吧 是不是又想偷偷去钓鱼 然后不有分说 把武郎往外撵 幸好店主出来说 武郎是他请来买怀表的 武郎忙拿出怀表 自证清白 老板娘忙跟武郎道歉 赶紧跑去欺查了 武郎冤枉的 像一个一米八几的小孩子 他将带来的怀表和资料 给老板看 老板兴奋的开始研究 说每一款他都想要 此时有个大姐来买饭团 三个盐饭团 两个大蒜饭团 武郎一听大蒜饭团 顿时双眼瞪圆 像发现了猎物的长脚蜥蜴 他很想吃那个大蒜饭团 馋的口水在眼眶里打转 老板说他开始很喜欢开面怀表 但现在被猎表吸引了 但武郎根本没听他说话 店主见武郎似乎馋得要命 说要不你来一个尝尝 说他家的饭团很好卖 很快就卖光了 武郎忙说不用了 而最终店主决定买一款猎表 武郎说这只猎表寄过来 需要一周左右时间 而店主偷偷问武郎 钓不钓鱼 他知道个钓鱼的好地方 哪知他妻子就站在身后 眼神磨刀祸祸祸 而武郎赶紧收拾东西开溜 他怕城门失火 殃及吃鱼 他一看那个大蒜饭团卖光了 失望的走了 留下了被老板娘训斥的老板 武郎逃出来后心有余计 差点无辜躺枪 经此逃亡后 他顿时就饿了 必须赶紧吃饭 立刻 马上 咦 这位大叔不是酒住叔吗 武郎差点撞到酒住叔 两人看对方都有些眼熟 毕竟在美季的最后一集 都要见一面 武郎琢磨着吃点什么好 他想吃中餐 但一想在横滨吃中餐 他也没有心意了 看来横滨这地方中餐馆不少 走着走着 他又看到了一家太是料理 但他依旧不想吃 突然他看到有个招配上写着 意大利面和披萨 走近了看 小白板上还写着汉堡肉排 他顿时被吸引了 捂着脸 看招配上的各种菜品 心想日式西餐也不错 于是他决定就是这家了 他欣然走进店去 老板娘热情的说 您终于还是进来了 武郎不知何意 老板娘说 我看您捂着脸 纠结了半天呢 武郎有一种被偷窥了的害羞感 此时有客人点了一份 肉类必套餐 和生姜烧猪扒 老板娘给武郎端来水 撤走了桌上的呼吸挡板 武郎抄起菜单仔细观看 上面有非力牛排 酸奶炖牛肉 生姜炒牛柳 湿锦烤肉 清炖牛肉什么的 还有夏里亚宾鸡排 而且汉堡肉有很多种 配生姜 配芝士 配大蒜什么的 然后他看到了刚才客人点的 肉类B套餐 和A套餐 可以选择加汉堡肉 生姜猪扒 或鸡肉 而且小白板上还有四种午餐套餐 芝士汉堡肉饼 意面配咖喱酱 鲜虾鱼饭 和可乐饼三明治 武郎总算搞清楚了 这家店的菜单构成 是大众意识料理 和日式西餐的混合风 武郎对自己的研究成果很满意 此时老板正在做着 分外诱人的鸡排 很快客人点的夏里亚宾鸡排 就端上了桌 色香味俱全 而武郎也开始举手点餐了 他点了肉类A套餐 和生姜炒牛柳 今天他点菜 就算挺利索了 他环顾四周 很喜欢这家店的家庭式氛围 是传统的家庭餐馆 客人点的生姜烧猪扒 在锅里炙热的烹制着 很快就端了上去 然后老板开始制作武郎 点的汉堡肉和牛柳 撒上洋葱 浇上酱汁 这状态看上去美味至极 就在武郎等的味极如焚时 他点的菜终于端了上来 生姜炒牛柳 芝士汉堡肉 蛋花汤和米饭 每一样都是果腹佳品 那个芝士汉堡肉淋了酱汁 像个刚刚就义的大螃蟹 武郎兴奋的 加下一大块汉堡肉 直接就扔进了血盆大口中 顿时汁水四溢 浓郁鲜美 肉香滚滚而来 软软的口感特棒 武郎吃美了 又加下一大块塞进嘴里 咀嚼的动作 好像一只吃草的小白兔 他加了一块的米饭送进嘴里 这汉堡肉绝对是下饭力气 肉的鲜香和芝士香 混合在一起 能不好吃吗 他还把最爱的卷心菜 大口往嘴里塞 咔嚓咔嚓的韵律十足 接下来他将目光转移到生姜炒牛柳上 这一盘颜色搭配很漂亮 厚厚的牛肉汁水淋漓的 很想把它放在牙齿间摩擦 武郎夹起一条的牛肉送进嘴里 刚嚼两口就被美味到了 牛肉香异常醇厚 咬一口汁水横流 武郎又夹起一块 带着洋葱丝的牛肉条送进嘴里 真是越嚼越满意 就像选对了一门亲事 他一口口的吃着牛柳 感谢上仓 让他和牛柳相遇了 而那个蛋花汤盛在杯子里 用勺子搅拌一下 蛋花盛开 他端起来喝了一口 蛋花的清香 温柔的抚慰 武郎的心灵 武郎一口肉 一口米饭的吃着 不禁想起了小时候 跟家人去商场里的 大食堂吃饭的情景 若是小时候 也能像现在这样 汉堡肉和牛肉一起吃 那他可真要跳起来了 看来武郎从小就是个吃货 此时老板娘装好饭菜 拎着食盒去送外卖了 武郎羡慕住在附近的人们 可以吃到这么好吃的饭菜 他将芝麻盐 撒到米饭上接着吃 感觉今天这家店 很符合他的胃口 还勾起了童年回忆 一会儿功夫 老板娘回来了 而武郎又举手点餐 点了个纳布勒斯意面 和一份夏里亚宾鸡排 老板娘惊了 问这么多 您吃得完吗 武郎说 of course 心说 难道你不看 孤独的美食家吗 武郎利用等菜期间 吃掉了汉堡肉和牛柳 然后纳布勒斯意面 和夏里亚宾鸡排 就端了上来 这盘一面很朴实无华 怀疑旧风十足 每一个面条 都扭成最妩媚的样子 武郎在上面 撒上大量芝士粉 再撒上一些辣酱 用叉子卷起厚厚的一卷 塞进嘴里 面条很长 吸了半天才吸进去 番茄酱的味道 加上芝士香 还有辣椒酱的酸辣 这组合简直天衣无缝 接下来就轮到 那个夏里亚宾鸡排 进口腔报道了 这个鸡排上 都是大蒜和洋葱酱 武郎切下一块 一口送进嘴里 大嚼特嚼 味道真是太给力了 鸡肉非常软嫩 大蒜和洋葱的配料 让这道菜的味道 站在了刺激的顶峰 武郎立刻将鸡排 切成很多小块 一口鸡排 一口米饭的开吃 大蒜黄油酱油 以及洋葱 对他的舌头 展开轮番进攻 武郎的舌头硬接不暇 瞬间就被美味给俘虏了 他一口鸡排 一口意面的吃 感觉意面的味道 就像初恋的感觉 可能武郎的初恋 抹的是番茄酱口味的唇膏吧 武郎一口口的吃着 这家庭餐馆 让他感到了温暖和温馨 终于他吃完一面 吃掉最后一块鸡排 和最后一口米饭 再喝一口水 清理一下食道 然后心满意足的 说了声多谢款待 这顿饭总算圆满了 然后老板娘 给他端来了饭后咖啡 老板娘很钦佩武郎的饭量 没用的见识又增加了 而武郎喝了口香浓的咖啡 感觉神情气爽 走出店来 武郎抬头看招牌 心想黑色的招牌 还真是少见 结果一扭头 看到老板娘又在偷窥他 他慌忙离开了 决定明天去浅草 武郎真是太喜欢去浅草了 莫非女朋友在浅草 之后原著漫画作者九助叔 也来这里探店 他点了一份蔬菜猪扒 还有一份沙拉 这个沙拉长得清新水嫩的样子 里面有白芦笋 黄瓜 鸡蛋 火腿 还有生菜 九助叔尝了尝 口感不错 是传统日式西餐的老味 然后就是那道蔬菜猪扒了 里面有炒青椒 胡萝卜和洋葱 光看造型就好吃 油亮亮的炫耀着自己的美味 他夹了一块猪肉吃 味道正如他期待的那般美味 鲜而不羁 香而不腻 九助叔太爱这家日式西餐了 第九季 中 走遍各地饭馆 品尝人间美味 孤独的美食家 勤奋的大长腿 还有违章扩建的胃 治愈了多少精神不佳 治好了多少食欲不振 让多少瘦子 变成了风雨美 愿五郎的美食半径更远 愿五郎的每一餐更香 愿五郎的胃更深邃 也愿每个人 都能尽情享受 生命中那些 不期而遇的美味 好了 我要去做饭了 顾断白 下次见 有猴 好 再厉害 等下